好,我们看修习禅定的差别内容 那么禅定有哪几种呢?我们把它念一遍 一,世间禅 二,初世间禅 三,初世间上上禅 生善,身心安定 隐身智慧,破恶,度散乱 禅定有三种 第一个是世间的禅定 一般这是叫外道的禅定 外道的禅定的特点就是 有禅定没有智慧 就像如死压草 它完全用纸来压制心中的妄想 当然这个问题以后会很严重 后遗症很严重 等到你从禅定出来的时候 破坏的时候 内心会产生极大的邪见跟恐怖 这个是不好的 第二个初世间禅定 初世间禅定 它在修禅定就有一点空脚中的智慧了 以空观安住 以假观来做调伏跟引导 不过是这样 圣道的角度偏重空观 净土中 偏重假观 它的假观第一个观 娑婆世界的痛苦 第二个观极乐世界的功德 它是偏重的假观 那么最高级的禅定叫 初世间上上禅 这个是禅中的禅 就是以念相应 即如如火 就是我们曾经说的正念真如 我们的心如果能够成功的 跟我们的本来面目做个连结 你能够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 如果来处理你今生所有的问题 你就是进入了初世间三上禅 它就不一定要在佛堂道 这个地方就完全是智慧的问题了 就是正念真如 站在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来挑副烦恼 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畅悔业障 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 你能够以这样的英雄修学 就是初世间三上禅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身心安定隐身智慧度散乱 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加强我们心灵的力量 使利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 都能够更加的真上圆满 这个意思